好 头的有点晕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大飞碟 很稳定的一个大飞碟 很稳定的一个大飞碟 好像那个大飞碟的顶上 站了几个人的感觉 感觉大飞碟的顶上 还站了几个人的感觉 这个应该在路上 站了几个人 因为后面看到这个地方有高楼 有高楼 那个飞碟的好像是站了几个人的感觉 飞碟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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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晕 我坐下 他有点晕了 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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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飞碟在路地上转 在一个路地上转 在路地上转 背后那个大楼很高 但有点模糊 暂时分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大楼 哪里的高楼 暂时还分不清楚是哪里的高楼 反正再转 那个 站在飞碟上面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 一个是洪海尔 第一个认出来了 另外一个是圣武空 一个圣武空 一个洪海尔 就是那个叫南长 还有 还有好像是牛沫网 好像上个牛沫网 今天那个 他们 被飞碟 接了一个 让他们来看到 但是呢 先让他们到了陆基上 先把他们带到陆基上的上方 看一下着 陆基上方 让他们看一下 现在人间是什么样 人间是什么样 然后带他们到看仙境 人间仙境 神仙的仙境 就是要问他们 你们想不想到 去看看海上的 海上的一个仙境 人间的仙境你们见过 海上的仙境 他们愿意啊 然后就飞碟带上他们 就 飞碟带上他们 就 就完全飞了 飞的是个 飞碟一飞 上个都掉下来了 但是他们都各自有 各自的本事 去追那个飞碟 各自有各自的 最飞碟 因为他们都可以在银上跑嘛 所以飞碟 就 不管他们了 不管他们了 到了目的地以后 在那个 看到自由女神像了 在自由女神像 这位 转几圈 他故意转几圈 转几圈 让那个 三个小鬼 我们所生的小鬼是 就是那三个 孙悟空 鸿海和那个 鸣木 飞碟在那边 转几圈的时候 这个他们也很快就到了 长巷短棍的拿着 哎 他一看这个地方 真的没见过 他们一看这个地方 真的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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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跟 跟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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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要 好像要 要 竖转一番 求 那个手脚的 然后就 在几个山顶上 在几个山顶上 在 在舞的时候 怎么感觉 哎呀 这个好像是哪见过的 那个山峰 在那山峰 好像见过的 好像哪见过的 应该是 八六四四 那个山就 八六四四 八千六百四十四米 好像是 八六四十应该是 他们两个 他们三个都在山上 咦 不对啊 怎么会在这里呢 怎么会在这里呢 他们也晕了 他们也晕了 看看那个 很熟悉 没看到 这位东西海 怎么会 这个山峰跑到这里来的 他们也晕了 难怪我晕得很 他们三个都晕了 三个都晕了 再加上飞铁还在上面 转 还在这位转 哎呀都是转 转转转转转转转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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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一下子 原来那个8844那个岛在哪里 问问那个...不是,八六四四应该是 看看那个八六四四那个岛原来在哪里 怎么踩在我的脚下了 他们也晕了,他们也晕了 晕得很了 他们也晕得很了 怎么会踩到他们脚下了 他们也简直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怎么会踩到他们脚下了 怎么会踩到他们脚下了 他们也简直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会踩到他们脚下了 他们也简直不敢相信 他就叫他们查一下 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面 查一下在哪里面 到底在哪里面 哦,48 4848 4848 4848 不是八六四八 就是去查 他们也晕了晕了晕了 我也晕了晕了晕了 头地很晕 是八八四八 现在是八八四八 我怎么记得前面还有个八八 八八四四还有个八 八六是在最后面 因为这么长数字 八八四八六八六 所以我把那个八六都记到前面起来 晕了,头晕了很了 头晕了很了 这个时候飞的还在那边 飞的还在那边 这三个,这几个人 应该接下来说 应该有个 8848的八六 八八四八的八六 八八四八的八六 这个头晕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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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们查一下子 叫那个王母娘娘在天上查一下子 这个八八四八六八八六在哪里 现在运着头运的那个前后生意都搞不清 八八四八六八六 头运了 他们三个都在运 头运了很难 头运了很难 他们就不对了 这个是个王母娘娘从天上一看 他说你不见了 那边 那边天上漫下看原来的那个八八 八八四八八六八八八八八六不见了 说八八四八八八六不见了 这个数字也记不出了 八八四八八六八六 因为这本军 八八四八八八八六确实没有了 确实不见了 八八四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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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确实不见了 原来的地方不见了 新的地方应该也不是这个高度吧 可能是 反正硬乎乎的了 看着硬乎乎的 一开始到那边还亮着有点像 一看这位是海门又不像 然后王母娘娘说也不见了 因为王母娘娘不见了 然后这个时候王母娘娘在天上轻着敲 炮炮以后 炮一个 那个 Ra 那个是Ja Sara нем 风 都涌出来了 往下一看 确实是那个缝不见了 确实是缝不见了 他们也晕了 全晕了 他以为一场泥或者一场风 或者一个浪 把山峰卷到那边去了 现在他们神仙开远程会议了 你说以后我们编故事怎么编 因为我们个人又个人的地盘 我们个人的神话故事 我们都涉及到一些标志性建筑 现在标志性建筑 我不见了那个天宫 故事不太好写了 后来他们一商量一个 开始视频会议一商量一个 他说那我们干脆就搬家了 我们把我们的摄影 摄制组拍电影的摄制组 我们直接搬到现在这个地方 感觉那边风景很好 风景很好 风景很好 而且将来 而且他想那边应该更加规计 应该更据他们的判决 因为看那个岛上这么大一个范围地的 好像没有人工建筑之类的 他感觉这个地方比较安全可靠 日亚他们最近 怎么搬 一开始搬一个摄影棚搬到那边 怎么搬一个摄影棚 摄制组的摄影棚搬到那边去 可以拍戏电影的时候用 突然后来想 那个王母娘娘在天上想了一下 要不要我们把那个 把天宫也搬到那边去 天宫也搬到那边去 哦 大家都在拍戏啊 如果真的把那个宫搬到那边去 如果我们地球上看得见的话 不是 又多了一个景点了 又多了一个景点了 现在也不知道他们 哎 也不知道他们 哎 这个神话故事 我原来也没看那些小说什么之类 神话故事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细节啊 他们就说要把那个天宫啊 天宫啊 要搬到那个岛上去 把那个天宫搬到那个岛上去 因为那个 这对我来说 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呢 我曾经在那边 应该是放马吧 威马吧 他好像在那边被逞了过 他的故事也被很多人知道 他如果说 他那些人都下来的话 都下来的话 都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 他说是不是他的 他那个 他那个 他的故事 会不会讲得 讲得 被人家当笑话讲 哎 那个 那洪海来说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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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不会的 还是搬过来吧 搬过来吧 这个是 这个一听说这个世界的龙王 海龙王 海龙王的工业不知在哪里有了 他还想放到那批海游去 那批海游去 那批海游一看 那么干净 没有被勿扰 他们整体搬起了 整体搬起了 整体搬起了 还好 这个时候我看到他们 还在银端上了 是在那个岛的银端上 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得到的 还能看得到他们呢 天气好的 太多人看就能看到 好像有时候会下来 有时候会上去 有时候会下来 有时候会上去 但是就在那个岛的上方 就在那个岛的上方 他们的天宫 搬到那个岛的上方去了 以前那个神话故事 可能在中国的上方 有可能是 或者在尼泊尔那一带 或者在那个喜马拉雅上的南边 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地方 他们门一开就对着鬼背 就会看得见那个喜马拉雅的北车 他们对那边的风景 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越看得越新的地方 他直接就搬过去了 搬到这个山盘去了 直接搬到这个山盘去了 好的 搬到山盘去以后 搬到山盘去 好像大家头不应了 好像大家头不应了 大家头不应了 大家头不应了 正在这个时刻 原来那个大飞点也走了 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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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上面 上面走了 走了 好像他们很悠闲的 每天都看着那个 那个长虫调调的 长虫海盗 看着那海盗 感觉每个人 每个 应该也称他们人嘛 每个人或者每个人感到心情很舒畅 原来他们感觉还是有点压抑的 这个故事我讲到这里 我看到的故事 讲到这里 因为我原来没看过他们的那些细节 所以我也搞不及东南西北 他们也晕 大家硬乎乎的 不过现在不应了 好 先这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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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